第26題,將電阻器甲和電阻器乙並聯後,連接至電源上,如圖所示 若甲的電阻比乙小 而且此時甲的電功率為10瓦特 則乙的電功率為多少 我們曉得我們的甲乙電阻是並聯 並聯的時候電壓相同,根據我們的公式p等於v平方除以r 如果我們電壓一樣的話 我們就表示我們的功率會跟電阻乘反比 電阻越大,功率越小 那麼甲的電阻比乙小 所以甲的電阻的功率會比較大 乙的電阻功率會比較小 所以第26題問我們說 則乙的功率為多少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小於10瓦